額額額額額 它是不是在動啊 你是不是加很多想要把味道蓋掉 你怎麼知道 我們就是把這個蟲切切切切切 把它切成有點像飯的感覺 很噁心 大家好這裡是Piag 今天這支影片要帶大家一起來做一個 蟲子的高蛋白健康料理set 順便也會提供給你 就是一些吃蟲對我們人類身體健康的一個好處 我們廢話不多說就直接給大家看下去 這個叫小蟲杏仁 就是有調味過的 像是芥末海苔跟原味 那今天這支提供的廠商叫做食泰 假如大家有對於吃蟲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下方的連結去進行購買的這個動作 喔 這就是小蟲啦 然後裡面有一些杏仁 然後它是麵包蟲 其實我覺得麵包蟲還好 像那種 蟋蟀啊 跳來跳去那種 覺得它腳很內心 很像是 蟑螂之類的 就完全被 杏仁跟海苔的味道都直接乾過去 反而增加一個脆度耶 還不錯 然後接下來這兩個是等一下料理的時候會用到的 這個食用級的乾燥麵包蟲 還有這種 這個我其實不太敢看它 就是乾燥吸收 它一份的話就是50克 那50克裡面就有28克的蛋白質 所以你一看這個東西 你會覺得哇 那蛋白質含量也太高了吧 甚至比一些肉類還要高 所以它對於我們健身的人來講 其實算是 一個不錯的蛋白質 補充的東西 然後我們的 香菇王先生 甚至跟他們要到 他們直接水煮過 完全沒有進過 任何的處理 然後我就冷凍起來 這一包300 我這包吃完就差不多達到我的目標了 就120克左右 我其實本身是非常不要怕糖的一個人 所以 等一下有一些東西會經過香菇王來做料理 然後會很閉著眼去吃它 我覺得這樣會好一點 其實這次廠商還寄給我們兩個很特別的東西 因為它長得很漂亮 那這個是 松露口味 這個是巧克力口味的麵包蟲 所以這等一下會用在 最後的這個甜點裡面 那我們今天的前菜就做一個 起司蛋餅 配我們的麵包蟲 然後接下來做一個 烘蛋 配我們的蟋蟲 然後 做一個 培根蛋蟲飯 大家都喜歡吃 最後甜點再做一個 優格 配我們的巧克力麵包蟲 結束這個完美的一天 好 OK 我們第一個來做一個前菜的部分 那我們來做非常非常簡單 好吃又健康的 麵包蟲蛋餅做 酪梨 加起司 今天我們吃還有酪梨 雞蛋 麵包蟲跟蛋餅皮 還有我們的起司 好 那今天做法其實很簡單 就把 我們油鍋熱完之後 下一個油 然後熱完油之後咧 我們就把蛋打進去 然後把我們的麵包蟲 平均的灑在上面 它是不是在動啊 然後我們撒一點調味料之後 把我們的餅皮放上去 然後翻過來 就差不多了 哇 厲害吧 你是不是加很多想要把味道蓋掉 你怎麼知道 我們現在先吃我們的第一道 蛋餅 不過盡量把那個蟲子壓在蛋下面 這樣子看起來就比較不會那麼噁心 那目前我聞起來味道是還蠻香的耶 好像還沒吃到什麼蟲的味道 哇 感覺它滿出來的 爬到我嘴巴裡面 天啊 我覺得 整體來講沒有太多 奇怪的味道 它咬起來的時候會覺得很噁心 覺得好像 殘暴在你嘴巴裡面扭來扭去的感覺 我就想到就會覺得 現在腸胃有點痛 感覺有點像吃那個 你知道天殘蟲嗎 就是你吃進去之後 然後別人打鼓你肚子會痛 我知道 把這個給我去下去 我吃了它 這叫天殘蟲 你們吃了以後 如果想開溜 我只要敲幾名 不 不 不要敲啊 我們馬上會常常肚爛而死 我現在肚子就有點 覺得奇奇怪怪的感覺 吃到最後真的是很噁心 因為它蟲子全部 蓄在那個中間 所以中間那一段是最恐怖的 然後真的感覺肚子有點痛 我覺得是心理作用 但是 真的不太舒服 我們進行下一道料理 我知道 好 第二道料理 到我拿手的 蟲飯 我們的材料 我們的材料呢 有大蒜 培根 飯 我們就會把這個蟲 切切切切切 把它切出來 有點像飯的感覺 比較低碳的 那這個又更高蛋白 所以 非常適合我們來吃 好我們先下油 然後等油熱了之後 我們把 大蒜跟培根一起放進去炒一下 油不用太多 因為我們培根裡面的油 用出來 它也是會蠻多 然後蠻香的 會把整個 飯的味道 提升到下一個檔次 用這個培根的油 去爆這個大蒜 然後最大目的也是希望可以把 蟲蟲的味道 把它蓋住 然後這個大蒜 大概有點金黃金黃的時候 然後你也覺得 培根的油大概都已經稍微 啾起來了 因為焦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 你的主食給它倒下去 欸 太噁了吧 好 然後我們把蛋打下去 OK 上菜 我們的高蛋白培根蛋炒飯完成 這個看起來真的太噁心了 我真的覺得 還蠻好吃的耶 我覺得這個可以接受 這道料理 它雖然長得非常的奇怪 但其實你一想到它的營養價值 你就會覺得 很值得 你到時候有點炒的 把它脆脆的時候 它的口感是蠻多元的 然後再加上那個大蒜的口感 跟培根的香氣 其實是非常好吃的一道料理 完食 好 OK 我們現在進行第三道料理 我們做的是 泰式蟋蟀紅蛋 然後我們的材料 有蟋蟀先生 還有 泰式打拋粉 跟我們的 雞蛋 泰式蟋蟋 然後我們用 180度 烘個10分鐘 就結束 OK 我們的泰式蟋蟋烘蛋 完成 吃這道料理的訣竅就是 不要去看它 就沒事 什麼東西 吃起來真的是什麼味道都沒有 但是就 很噁心 因為吃得到它的 細細長長的腳 你知道那個是蟲 比剛剛那個蟲的 感受還在更深一點 這我真的覺得不行 可能是我對蟋蟲真的是沒辦法 因為它長得太像 長辣 這個我們先不要吃好了 好嗎 各位 OK 我們今天的甜點 非常非常的期待 因為它是用 非常高級的 這個黑巧克力 去裹這個麵包蟲 然後我們加上優格 還有 好吃的堅果 就完成了我們今天 甜點 用這個美妙的 食物結束今天這一天 吃一下 滿滿的這個蟲子 它這個巧克力吃得出 是用非常高級的巧克力 來做的 那其實它真的吃起來 就有點像是你在吃Cereal一樣 然後就是 餅乾 巧克力餅乾 加上優格的感覺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對味 這道讚 好OK 今天的四次大會就到這邊結束 但是最後 有一個好康要送給大家 就這邊總共有三包 小蟲杏仁 小蟲花生 小蟲海苔 我們就抽出這三位好朋友們 或者是 要是你有一些朋友 他特別喜歡吃蟲的話 你也可以幫他們蟲 就送給他們 當作一個好禮這樣子 那因為今天這隻 影片有點太長 所以沒辦法 講到一些吃蟲的優點 不管是對於你的身體健康 或是對於環境上面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就留到下一集再講 那最後 就跟大家說真 謝謝大家 陪我度過這個難忘的一天 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來來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 泰國特地帶回來的 蟲先生 還有蟲幼 等一下直接 剪刀石頭布 然後熟的 吃兩個 好不好 OK好不好 好 好 欸 沒有做效果 直接吃了啦 欸 洗澡 欸 欸 我的意思是 魚兒痛 欸 欸 真的 真的 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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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很冷 沒事 沒事 要咬三下 喔 喔 不能用餅蟲的 喔 搖 喔 欸 好吃嗎 很好吃欸 剪刀十多 不 剪刀十多 喂 剪刀十多 眼睛變成一個命運這樣 來 先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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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在這喔 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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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直張螞蟹喔